嗨,大家好,我们是开车狂浪 我们刚刚完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穿越之旅 到达了轮台线 接着我们从轮台线出发到达库尔勒休整了两天 今天刚准备从库尔勒出发前往罗布泊大峡谷 我们开开心心的启程呢 结果却意外发生了 天啊,我出车祸了 一辆大车 我们的车顶盖已经敲起来了 我门都打不开了 我门都打不开了 我报保险吧 报保险吧 进去,等等进去 不好意思 哇 太惨了 整个前包前脑全部掉下来了 然后是这个大车 大车关了一下 这是一个石子路口啊 熄火吧 这这个修要修多久啊 这只能去库尔勒修了 对啊 刚刚咋回事啊 这个车已经出来了 你看这个房子刚好把事先挡住了 哦 我的车速大概也是在三四十左右 但是在那个已经看到的时候 脚踩死了都已经踩不住了 嗯 当时事故现场是这样的 好怪不得 这个车是没什么事的 我们就是 挂在他这个 后轮这里 就后轮这刮了一下 这轮胎也很好啊 轮胎挂到了 也没什么事 轮胎也 哎呀 前防撞梁也给撞掉了 挺薄的防撞梁啊 关键是我这个灯啊 我自己花钱改的灯 又得换成蜡烛灯了 他肯定不会陪我这个仙灯 接着交警过来处理事故现场 处理结果是我们的全责 原因是根据交通法规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 必须让行右侧来车 原本我们都还很庆幸 这一次事故仍没有事 结果浪哥去捡事故现场 被刮落的保险杠 不小心被撬起的铁皮 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真是注定的结束啊 看一下浪哥来了 好心疼啊 哎呀这个清理伤口的时候 就是够酸爽的 我发现打了麻药它缝 它缝针的时候也还是疼的 还是疼啊 但就感觉肉被转开了一样啊 就缝了好几针 天啊他说有说什么时候能好吗 他说啊还要换药之类的吗 还要换药啊 这24小时之后就要换药 那我们去库尔洛换药 然后还得看看有没有浴血 浴出来了 疯了几针啊 我 我未必在那看还在那数啊 你不问一下啊几几针 感觉我可以 五六针的样子吧 本来没一点事了 算了别讲了 真的我气死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 我们坐着拖车 把小奇达连夜拖到了库尔勒的4S店 我们在新疆遇到了交通事故 事故的行车记录仪 大家也看到了 事故的这种过程也很明显 就是在一个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 我跟一个货车产生了一个刮擦嘛 这个刮擦的话呢 懂一点交规的都知道 在一个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的话 你必须让你行车方向的右边的来车嘛 也就是说 这辆货车是从我的右手边出来的 那么没办法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的权责 那但凡这个车子货车是从我的左边进来的话 那么产生这样的事故的话 那么就是货车司机的权责 所以事故责任认定我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后续根据这个事情的一个反思呢 我觉得应该是本身我个人的原因呢 我就自己去反思好了 就比如说是开 应该开慢一点呢 或者说是更加小心一点呢 那么这个就不跟大家去分享了 但是呢我这一次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次事故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的车的某一些性能更好的话 它完完全全可以帮你避免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 只是我的前脸被刮蹭了一点点 然后导致于整个这个叫什么 保险杠就糊掉了嘛 所以这一次是明显是刹车没有杀柱 视频中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其实是才把刹车已经踩死了 轮子我也能感觉到全部爆死了 但是就是因为路滑 我就眼睁睁的看它就溜过去了 然后或者就直接刮过去 就造成了这一次事故 后来呢我就仔细想了一想 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呢 就除了我人为的原因的话呢 车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轮胎太窄了 日产齐达的这个16寸的轮胎 它只有195的太宽 那么我通常知道16寸的这样的一个轮胎的话 通常都是205或者215 那么它的抓地力就会好很多 195的话就真的是 就是我就可能觉得说真的就是差值毫厘 没有一千里了 就是我就差了这么几十公分的这个 制动距离导致于这个事故的发生 但凡能够短那么二三十公分的距离 制动距离的话呢 那我这个事故可能就避免了 所以呢 这是第一点嘛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人的反应速度的问题嘛 那么如果说车子有防碰撞系统的话呢 那么它就相对于机器 会帮你提前的去预判这样的前方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碰撞风险 它会及时的帮你去刹车 那当然了 我不是去牵强的要求说 其达这样的等级的车有这样的系统 但是呢 终归是我讲这些 大家也了解 那如果说是我家的另外一台车的话 那就完完全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情了 胎更宽 那么包括它有一套防碰撞系统 所以这一次事故呢 我觉得说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 就是关于 也是建议给大家嘛 就选车的时候 这个制动距离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这台车的制动距离是多少 然后尽量选胎宽一点的 那么它抓地力就要足一些 能很有效的去帮助大家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去避免一些事故 真的有时候就差这么一点点 我之前是很不去很不重视这种车子的制动距离的 比如说我觉得三十三十六米跟三十八米 或是差两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样 但是这一次事故让我觉得说你差二十公分就能够避免事故了 然后这是关于车子的嘛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次事故最后的一个处理办法 最后呢我们是打算把这个车子拉回长沙 去到4S店进行维修嘛 在新疆主要就是这个4S店的这位小伙子告诉我 他们那边配件的时间特别长 然后维修大概有一个月时间 那么我在一个月时间就不可能呆在库尔勒去等这台车去修好 大家知道在那边 我作为旅行国主 我没有了车我就寸步难行了 所以我就决定说还是回来把车子拉回来 车子拉回来的这个费用呢 大概是在三千四百块钱左右 当然这是从新疆往回拉 如果说是你从别的地方往西部地区拉的话 价格肯定会很贵 这也是对我来说稍微实惠一点的地方 关于车的问题也跟大家聊完了 那么我们两个人 我米小亚决定回来之后呢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逗逗怎么回家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多麻烦事 我们至少跑了五个地方 去办这样的手续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痛 最后还是在某一个门口碰到的 有一个人认识一个黄牛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大家请关注我们 关注下期视频 拜拜 拜拜